绘图 绘图 应该是绘制 旧版是叫绘图 绘制 这边叫绘制工具列 那你就怎样呢?再把它搬回去 放回去就好了 所以将来呢,如果说你会用到 像3D里面会用到的工具 又不一样,3D里面又会用到 什么,塑形 或者是这边里面还用到 四图四负 这个四负的话是我们 出图的时候会用到什么,视觉形式 这个是3D里面会用到的 比较多,或者像配置 正列等等的这些功能 那一般如果没有用到,你就暂时 不要叫它出来,最重要 就是这两个工具列,一个是叫做 绘制,一个叫做 修改,这两个 那其实我们主要就是要做 这两个练习 那再来就是说呢,练习完 工具列之后呢,那请各位 把刚刚在网路上的方林的这个讲义 你们,因为目前 现在我们手边没有教材 所以你们就把它打开 那先 如果有 随身笛的同学,你就把这个 档案看,先把它抠回去 然后,可能的话 先把它印出来好了 下个礼拜开始,我们会先把这些 题目,稍微跟各位做个讲解 那这边的话呢,你可以 先来看一下这边的题目 比如说,像第一题 这个地方,它有跟我们讲一些尺寸 包含什么呢 包含这个地方 假如你今天要画出一个 这边 到这边 是什么 这个叫什么 实际 有没有 七十的一个圆 那这个圆里面呢 又有很多的 像这样的一个形状的 这个弧 那你要怎么样 把这些图形画出来呢 或者是第二题 第三题 那其实呢 这些 这个图 你要怎么画出来 实际上呢 就必须用这两个工具列 就可以完成了 就这两个工具列 OK 那我想各位 先把那个工具列部分 先熟悉一下 那并且 把那个讲义也 把它稍微开起来看一下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